在大陆可是牛人啊 张雪峰就是贫苦大众的代言人 张雪峰把高等教育现实化 工具化 虚无化 把大学完全当成一个工具了 有梦最美 希望相随 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一个 培养一个完整而且健全的人格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定要透过教育来实践这件事情 张雪峰的现象 所产生的负面的结果 在台湾老早就发生了 我以很负责任的态度来讲 今天在台湾 由于大家过度对于高等教育 现实化的结果 由于大家对于高等教育 工具化的结果 由于大家对于高等教育 虚无化的结果 大家产生了普遍的感觉 让我自己有两方面的感想 第一个 大家普遍都不相信 教育对于人格的培养 对于生涯的开放 有任何实际的帮助 然后第二个 大家整体会发觉 如果一个国家 连教育这么重要的事情 都没有办法持续维持住 咱们中国人未来希望 在哪里呢 前几年太多人因为教育而改变了命运 这是因为他们碰到的机会 现在很多人会埋怨 受完教育 没有办法改命 没有办法挣钱 没有办法获得应有的好处 他们就会埋怨教育吗 这个是本末导致 搞错了 话说回来 张雪峰现象 固然有道理 因为黑格尔就说过 凡存在的一定是有理由存在的 但是我非常希望张雪峰现象 是一个大家探讨的对象 而要仔细地了解 此现象不能够长期盘踞我们的心灵 否则对于国家的整体发展 不会是好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的意见 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受这个高等教育